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继续分享 巴比伦理财圣经的大十堂科 巴比伦的最幸福的人 人民是透过自己对一项计划 投入的努力和承诺来创造自己的运气 以为工作是低阶的人才做的事 工作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不再需要工作的人 便会错失认真勤奋工作可能带来的好处 愿意竭尽所能配合一切需要努力付出的精神 可以支撑一个人一路迈向成功 在任何领域最成功的人通常都是最努力的人 他们愿意在事业上投入很长时间 能将努力工作视为最好的朋友 会使一个人摆脱不幸 获得更多的信心 并将技能提升到新的高度 这个也会使你其他往来的人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努力工作的人往往会吸引到其他勤奋的人 反过来也会导致引到其他关系 并创造其他机会和业务上的合作 这一堂课的关键思维是人生肯丰富 人们可以享有很多乐趣 每种乐趣都有其意义 我很高兴工作 不是奴隶的专利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将被剥夺最大的乐趣 我享受很多事情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工作的地位 好了 巴比伦理财圣经的大十堂课就到此为止了 下个星期将会是巴比伦理财圣经的延伸思维 喜欢这段视频的朋友记得按个赞 如果你觉得这段视频对你有帮助 不妨分享给朋友 多谢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